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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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股市氣象台 我是顧的頭顧 高伯傑 最近很多人會在問一件事情 很多人來問我說 低拐啊 奇怪 520都過了 為什麼它還沒有量 今天就有600多億的量 除了禮拜一那個量比較大一點 520過了 照理講應該是說 大家對新政府如果覺得 這個未來有希望的話 那照理講啦 應該要量一直來一直來一直來啊 為什麼又沒量 這是現在大家在問的問題 但是我跟你講 大部分的人都不跟你講實話 因為啊 因為大部分99%的人認為說 要趕緊的叫他買股票 但是又不能講那個矛盾的說 他沒有量怎麼辦 都不敢講實話 那我跟你講實話 為什麼沒有量 我今天節目很重要 跟你講實話 我一定要把真相告訴大家 為什麼沒量 你去思考看看 多頭格局是需要用量滾量 也就是股票市場是用錢堆出來的 如果沒有錢堆出來 那股價會漲嗎 股市會漲嗎 通常漲只是短線 就看禮拜一 就像禮拜一漲一下 或昨天漲一下 Po又沒量 它漲不遠嘛 沒有量它推不深嘛 推不上去嘛 而且上面的賣壓重重 沒有量怎麼去消化上面的賣壓呢 這個是一個問題喔 所以我今天要告訴大家說 很多人在問這個問題 我來解答給大家聽 為什麼沒量 你去問 如果你 你是一個很好奇的人 你去問所有人 為什麼沒量 不會有人告訴你實際的解答的 但我要告訴你實際的解答 為什麼沒量 好 先看大盤喔 我跟大家講 這個地方我叫它不要亂空 甚至我空彈圈會補 我預告會反彈 它也出來了 那量先架型之後 如果在低檔 我們講的強短的一個主力的話 它要拉高出貨 那因為沒量的情況之下 它不會只拉一天就出完了 因為這個地方稍微有一點量 所以它要出 它一定要等有量 但是量又不計的情況下 它拉高出貨盤 不會只有一天 如果 這裡還有一點點空間 如果又再往上衝的話 你要知道它叫做右多盤 叫拉高出貨盤 如果再往上的話 它叫做拉高出貨盤 我先跟大家預告 好 重頭戲來 為什麼沒量 真正的原因在這裡 來我跟大家看 我們有一個 我們央行有一個我們講的一個統計數據 這個東西是大家必須拿出來討論的 但是大部分沒有拿出來討論 為什麼沒量 這個是台灣的金融帳 央行所謂的金融帳 它裡面其實說 很多人可能講說什麼金融帳 我不講太專業的 我要讓你知道一件事 你先記好 金融帳連23計 這叫匯出喔 匯出喔 連續匯出喔 它 也就是說金融帳 匯出去 流出去了 也就是這個錢 在我們台灣裡面的錢 它連續出去了23計 你知不知道出去了多少錢 8兆 超過8兆 那為什麼會流出去8兆 叫做什麼 為什麼流出去8兆 因為台灣的投資環境 面臨了一個很大的考驗跟挑戰 這個就是我 我所講的一件事情就是 南向66列車裡面 我所講的這個 兩岸的關係 我相信喔 在選前大家已經 應該已經知道說 那個 民進黨可能確定執政了 所以呢 那個聰明前 他不會 當520 就職之後 他才跑出去 他知道說 未來的環境兩岸關係 會稍微再拉遠了 所以現在你也看到 兩岸在放話嘛 那為什麼煤量 它煤量會有什麼影響 應該說 它流出去是什麼影響 這個都是確確的數字喔 我跟大家講的 都有關聯性喔 流出去 流出去 很多人說大戶出走 沒有回來 他或許 金管會跟你說 我要大戶回來 或什麼 丁竹瑋說 要讓大戶回來 你拿出證據來啊 明明不要睜眼說瞎話 政府所說的話 你現在只能聽聽就好 如果是這樣的話 為什麼關股航庫 這三天裡面就賣了兩天 趁大漲的時候在拋貨 所以政府所講的話 或者是新聞所放的話 你不要當真 你不要當真 你要弄數據來看 如果真的對台灣有信心的話 這個錢不會跑這麼多出去啊 連續二十三季匯出了八兆 你注意聽喔 匯出去 為什麼要匯出去 這是一個經濟學的一個聯動 也就是說為什麼錢會出去 第一個 台灣的投資環境已經 我們講了 面臨考驗了 也就是說它的投資環境 也就是說 送到大陸的排擠 以前大陸還沒有崛起的時候 大陸的企業還沒崛起的時候 台灣呢 就接了蘋果的單 或者是大陸的代工 或者是大陸的企業的一個 我們講電子業的一個零組件的單 但現在他們企業起來了啊 他們企業起來了 那誰還會在 台灣投資呢 甚至是大陸的崛起的時候 紅色系列崛起的時候 錢反而聰明錢會知道說 我要去那邊投資 所以流出去 聰明的田舟早就已經流出去了 他不會停在台灣 那他會造成什麼 也就是說 錢流出去會造成會市的波動 那這一陣子為什麼從去年開始 他會這樣子一直流出去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 那個錢他拿出去償還 從國外借出來的錢 我講的就是這一件事情 就叫升息 之前去國外借錢很便宜 利息不用什麼利息 好 那現在要升息了 他不會等到升息才拿回去還錢 最好的證明就是這些錢都出去了 都從台灣流回去了 好 流出去了去還美元了 就還美元市場了 所以錢一直出去一直出去 那出去會造成一個影響喔 錢出去它代表了資金的挪動 資金匯出去的時候 會造成一個國家的匯率 貨幣貶值做貶值 聽得懂喔 那個資金外流出去 它會造成一個國家的貨幣貶值 那一個國家的貨幣貶值 那會造成對台股什麼影響 我們只談台股喔 會造成台股什麼影響 不會漲嘛 沒有量嘛 會出去 砍出去嘛 所以會跌 好 當然呢 台灣的經濟確實不好 而且是長期出現衰退 為什麼 我們剛剛講的 大陸企業的崛起之後 大陸我們現在跟兩岸的關係 似乎又開始漸行漸遠了 紅色企業的排... 這個最好的證明就是 你看到外銷的訂單 不然是連12摔啊 為什麼連12摔 有人說沒有啊 蘋果賣不好啊 其實它只是佔一部分而已 最大的一部分 就是紅色企業的排擠 因為大陸市場 我們講的 我們外銷訂單有歐洲 美國跟中國 歐洲不景氣大家都一樣 美國不錯啊 吃蘋果 但是呢 紅色企業呢 來開始吃蘋果的訂單了 這是一個 所以造成了我們的外銷出口 連12摔 連12摔喔 還有一個 在大陸市場的時候 以前都靠大陸市場在吃香喝辣 現在紅色企業取來的時候 那相對這一塊的餅又縮小了 我們吃這一塊的市占率縮小的時候 當然呢 大陸的企業下給大陸企業的單 增多的時候 那就衝擊誰 勢必衝擊台灣 所以呢 這個東西 我覺得這是長期會衰退的事情 不要 不要驚訝 什麼創下什麼金融海嘯以來什麼 這是長期會衰退的 這是未來是持續會衰退的情況 好 這個叫出口貿易嘛 連15摔啊 創紀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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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它是一個警訊 它為什麼創紀錄 創紀錄 創紀錄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台灣的出口成長將不在了 我剛跟他講了很多的問題 資金的出去之後 其實這個叫做紅色企業的排擠 這個是最大的原因所在 這個是最大的原因所在 好 那我剛跟你看的這個數據 你要記好喔 證明都在這裡喔 為什麼會出口連15摔 為什麼外銷訂單會連12摔 為什麼經常這樣 這個錢啊 我們講資金外流這麼嚴重 這都是證明喔 錢出去它不會回來了 除非你台灣又活起來了 你台灣找出一條深入來了 你台灣可以打敗大陸企業了 那個錢才會回來 但沒有怎麼辦 沒有的話要告訴你一件事 新南下66列車你要注意喔 那我還要繼續跟大家談 我剛剛談了 資金金融 金融帳出去的時候 我們講的這個叫金融帳 流出去就是錢外逃外流 對國家不是好事 不在台灣投資了 不管是股票或者是 台灣的實質投資 它不再進來的時候 對甚至出去的時候 對台灣的貨幣會造成一定的影響度 那這個貨幣的貶值它是一個趨勢 因為經常這樣流出去 它已經成趨勢了 而且還會再出去的時候 那對股市造成什麼影響呢 會有什麼影響呢 請聽好了 要講就要講整套的 我全部都交給大家 把我看到的全部交給大家 這是最近台幣的走勢 這個叫它的月線的走勢 我把這20年的一個走勢跟大家講 這個叫股市指數 這個是台幣 現在是在這裡喔 來你有沒有看到 其實真正的貶值其實不是從這裡 是從這裡喔 從這個位置上面 這個位置上去年那個位置 就是我們講的那個美國要升息之前 開始從這個位置扁到這裡 然後稍微拉回來後 但是因為它的形態已經做突破了 突破了 也就是說幾年都會發生一次 就是說當趨勢往上 那為什麼會往上 就是美國的升息 資金的外流 從台灣流出去 會造成什麼影響 來我跟大家講 看上一次 上一次在金融海嘯這一次的時候 當時匯率從這裡 一路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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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扁到這裡喔 資金流出去喔 為什麼 對股市有什麼影響 跌到這裡 我們講4000點附近啦 4000點附近啦 那一次你覺得 那個是狀況外 好 在上一次 上一次從這個位置上面 一樣扁到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這個點數 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點數喔 好 這個點數 跟上次的點數 好接近喔 那也就代表 喔這個天花板在這裡 好 上次也是從這裡扁 那對股市造成什麼影響 它叫做資金外流嘛 資金外流 一個國家資金外流 它會造成扁值趨勢 一形成的時候 對股市有什麼衝擊 哇 也是到4000點附近耶 我不要講3411啦 我講4000就好了 這已經跌得夠慘了 好 那再回來看匯率 那從這裡可以看出 天顯在這裡 好 每次趨勢 貶值趨勢出來的時候 它就一波到底 上一次一波到底 到天顯這裡 這一次呢 一樣的 它這裡打了很久的底之後 碰出去喔 一碰出去 我認為喔 你注意喔 如果當匯率來到這裡的時候 這個位置 類似這個位置 價位的時候 它對股市會有什麼影響 這一段 為什麼會貶 就是因為熱錢要撤出去了 所以股市從 10014跌到了 7203跌了 2800點 那 貶完了嗎 貶完了嗎 沒有咧 它是稍微拉回 還會繼續上去喔 而且來到這個位置上面 會突破前 前波這個 對股市什麼影響 以前的 如果來到這個天顯位置 都會來到 這個位置上面喔 當然我不要嚇唬大家 我覺得 先看66列車 這一點 證明了一件事情 你不要小看 資金外逃的威力 資金外逃的最好證明就是 匯率 新台幣匯率的貶值 這一波已經貶了 而且稍微做整理之後 還會再繼續往上貶的時候 它會事先告訴你喔 資金的外逃是已經成趨勢了喔 當一成趨勢的時候 哇 那它就會 對股市的衝擊會往下走喔 那往下走的時候 那你就要知道一件事情 我現在要跟大家講的是 小心外資十五步 他都不要 我昨天跟他講了喔 我昨天跟他講說 來 其實裡面外資這一陣買超 我們講的總金額喔 金額第一名的是什麼 就叫他啦 叫大力光啦 他總累積買超金額是 1630億啊 我昨天說 請小心拉回來 因為這裡有利多啦 那到今天 他為什麼會跌 他就是我告訴你的 要避開 外資持有比重高的股票 他今天就跌下來 而且呢 你注意喔 量價被離後 這裡有兩個缺口 這裡是假突破 如果真拉回 他對股市會不會影響 他已經告訴你接下來 外資要做的動作 因為他外資者 持有金額是第一名的 而且他高水位 當然有些股票你要注意喔 同樣的道理 外資拼命買 現在還有哪些股票 當然傳產股裡面也有喔 這外資 買這麼多 那誰拋給他的 我告訴你 從馬不變定律 外資買一定有人拋給他 我覺得不是閃戶啦 好你注意喔 主力都拋光光了 那你要注意 你要注意這些股票喔 外資當外資翻臉的時候 那你就要注意囉 傳產股裡面 好金融股也有這個特性喔 這外資買很多 他在這裡沒錯 要就趕快上去喔 不然的話 不然的話 當外資開始轉向賣的時候 那一跌下去 他也會跌喔 當然我也看到這張股票 喔外資買了100萬張 嚇死人 但他已經走了1 2 3 4 現在已經來到第5波 末端了 你注意喔 你注意喔 籌碼已經拋給 主力籌碼已經拋給外資了 接下來呢 當外資翻臉的時候 他就很會跌喔 所以我要請大家避開 外資籌碼 持股過高的這些股票 我先提醒大家了喔 所以這一陣子我要告訴大家 新南向66列車 請注意好了喔 即將啟動 那我今天那個預售票 我正式開賣 請注意了 想跟上 坐在這個66列車上面的人 趕緊的去買這個預售票 來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來 頭痛 請用五分珠 吹起聽 請用起聽五分珠 五分珠 好 投資獲利雙指標 購得投顧 您信賴的好夥伴 我們的專業 幫您掌握市場脈動 我們的自信 幫您創造傲人績笑 購得投顧 用心照顧您的財富 期貨股票雙振兆 旗鼓雙贏一把兆 購得投顧就是 02-2578-3000 2578-3000 投資獲利雙指標 購得投顧 您信賴的好夥伴 我們的專業 幫您掌握市場脈動 我們的自信 幫您創造傲人績笑 購得投顧 用心照顧您的財富 期貨股票雙振兆 旗鼓雙贏一把兆 購得投顧就是 02-2578-3000 2578-3000 平常工作時 總是充斥著各種生命 所以休假時 我喜歡感覺一切吵雜 讓自己沉澱 享受著片刻的寧靜 Choose your online 鵝排氣密窗 出國旅遊難免發生意外 要怎麼準備才好呢 國外醫療費用貴桑桑 出國前最好選購適當的保險 也評審加買附加條款 保障多更多 長期出國或度假打工 要選對保險種類 並注意效期 外交部駐外管處 可以提供必要的協助 但是沒有辦法幫忙支付 或帶點醫療費用哦 朋友們出國前記得選購 合適的保險 讓出國更安心 有備無患哦 我最近一直在跑步 在為了下一波 我在做一個體力的一個培養 因為前一陣子我放空 空當獲利回撲之後 接下來要迎戰的是 下一波的一個策略 當然我在跑步的時候 我會跟大家分享 讓我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 其實我在當兵的時候 我們當那個憲兵 我們去做那個 去那個士官 我就說我去當士官 有一個士官訓練 為期四個月 哇 在泰山 哇 每天都要做一件事情 跑五千公尺 當憲兵的 沒有跑五千是不行的 然後跑到五千公尺 你知道嗎 以前我比較適合短跑 碰到那五千公尺跑的時候 剛開始跑起來不會累嘛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跑五千公尺的習慣 或常跑的習慣 那跑那個五千公尺 跑到那個兩千多的時候 你會有感覺 哇 好喘喔 好累喔 為什麼 因為你剛開始跑的時候 好像很 興高採力的一直跑一直跑 但是跑到兩千多的時候 會碰到一個瓶頸 那個瓶頸是什麼 喔 好喘 好累 腳開始痠了 你看 大部分的人啊 我講我心路歷程 我在做事官訓的時候 就 覺得 如果大部分的人撐不下去的時候 他就會落後了 我們比賽 在比賽五千公尺的那個 我們憲兵常常在比賽 跑那個兩千 如果你撐不下去的時候 你就速度變慢了 你就變成 你就落後了 你就沒有辦法達到 21分的那個滿分標準 好 那當然你撐過去的時候 我跟你講 兩千多到三千 撐過去之後 你會覺得 哇 全身舒暢 全身是盡 為什麼 你已經麻痺了 因為你堅持住 你那個意志力 撐過去的時候 你會發現 奇怪了 跟那個兩千 兩千公尺在附近的時候 那個感覺不一樣 就是你意志力 堅持下去的時候 你會發現 哇 不會耶 不會累耶 就開始一直衝 一直衝 衝 哇 就衝到五千 但是大部分人 如果你意志力不堅的話 那個跑步很喘 你沒有調節呼吸 你沒有意志力去鼓舞自己說 啊 我要撐下去 撐過去就是我的 調節呼吸 想辦法調節呼吸 撐下去 撐下去 調節 調節 而不是鬆懈下來 或者是放棄這兩個字 我用講這個比喻的 告訴大家就是說 其實我覺得在股市操作 這從去年到現在 我在做的事情 好像在跑五千公尺一樣 我說 我去年開始做這個事情的時候 我去年從 叫大家說 九千五不要買股票 往下 會到七點點喔 我說這一段日子 當然耶 他好像跑五千公尺一樣 剛開始到1萬的時候 奇怪 怎麼 怎麼沒有跌 大家在那邊懷疑你啊 但是你要靠你的意志力說 我看了沒有錯 我所看到的籌碼 我所看到的研究 我所看到的技術面 整個都跟我講說 他會跌到七字頭 好啦 那就相當於那個2千 在2千公尺附近的時候 你沒有撐過去 放棄了 在萬點的時候你給他放棄了 哇 還買股票耶 那那個跌了2千點 我跟你講 前功近期 你就沒有辦法得到 滿百的成績 你就沒有辦法贏得那個 堅持到底的成功的那一個 快感 當然耶 我去年 我去年所做的 財富重分配 到了今年 我覺得我現在在做的事情 也是一樣的 同樣的道理 空頭還沒走完 當然我去年的這一個 我不會因為去年的這一段 而引以為傲 因為那已經過去了 人要向前走 要向前看 不管你這一段是不是做對了 或者是 那這一段 你買股票賠到錢的人 那都不管 那已經過去了 而是接下來面對 新的挑戰的時候 你能不能 堅持 很多人會說 7203跌完了 還有人跟我說 這個7203再到1月的那個低點 再到這個月的低點 然後低點 低點越來越高了耶 就因為這樣子很多人說 要去買股票 這個是多頭了 我覺得 用5000公尺引引為戒啊 現在說實話 長線的台股 現在才跑到2500公尺 這個位階 你要達到5000公尺 是達到第一名滿百分的話 你這個地方 你沒有堅持下去 你沒有用你的意志力去堅持下去的話 未來還是會發生一件事情 叫做財富重分配 現在才跑到這裡而有 才跑到這裡而有 我現在所講的 我為什麼最近在儲備能量 就是因為我整備要迎戰了 下一波66列車 那一波 我跟你講 我只能跟大家講一個結論 這個新南向66列車 所發生的事情 它都會往下難 讓你碰到這些事情 你最好坐在這顆列車上面 那個列車第一個可以保護到你 第二個如何帶你往下 在66列車往下的過程當中 帶你賺錢 我覺得現在是一個非常好的時機 營業反彈快要結束了 我這個南下66列車的預售票 我正式開賣 如果你在去年沒有跟上的 或者是前一波沒有跟上的 我覺得 那你就不要錯過這個 新南下66列車 我隨時歡迎您 跟我夫人做個報名動作 本服務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投資 獲利 雙指標 負責 負責 投資 獲利 雙指標 废財 負責 雙指標 我们的专业帮您掌握市场脉动 我们的自尽帮您创造傲人绩效 够得投顾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期货股票双振兆 旗鼓双赢一把兆 够得投顾就是 02-2578-3000 2578-3000 投资 获利 双指标 够得投顾 您信赖的好伙伴 我们的专业帮您掌握市场脉动 我们的自尽帮您创造傲人绩效 够得投顾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期货股票双振兆 旗鼓双赢一把兆 够得投顾就是 02-2578-3000 2578-3000 当股市千变万化 当操盘千同万序 当机会千载难逢 昨日启用1000元 体验轰天了一个月 就送轰动时找操盘密集 及上课券 千言万语 这次只要1000元哦 请播02-365-3255 台北市有限电视新选择 北都数位有限电视 挑战台北市最低价 平均月付350元 立即享有 全数位高画质影音 高收视率频道通通有 再送数位机上盒 现在就换 北都数位有限电视 0809-096-111 早尿身办更多优惠哦 退休后是人生的新起点 在全国各地有很多银法族 选择当志工 贡献所学 去服务社会 去体验生命的新视野 享受退而不休 快乐学习的生活 就从乐林学习中心出发 教育部为您准备了人生新舞台 欢迎加入乐林志工 展现银法活力 乐林学习中心欢迎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